車隊快速開進台北榮總停車場 因為前總統李登輝傳出健康狀況不佳 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蘇貞昌都趕到台北榮總探視 聽取醫療團隊簡報向家屬表達關懷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打算前往 知道狀況然後聯絡家屬安排好 不要讓給它造成人家困擾 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去年的5月 但是對我來講李登輝他就是 就是英雄人物 可是我上次看到的時候 他已經穿衰意見 我就說他身體真的不好 所以後來就不太想去打擾他 穿著灰色西裝 坐著輪椅 在去年10月19號 出席李登輝基金會的募款餐會 這是已經高齡98歲的李登輝 最近一次公開現身 不過李登輝在今年2月8號 因為喝牛奶嗆到送醫 已經在北榮住院治療5個多月 28號晚間傳出健康不佳的消息 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王彥均也沒有出面說明 翠山莊外同樣不少媒體徹夜守候 而在29號上午李登輝妻子曾文慧也搭車離開費城莊 宅邁 swir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